我当然愿意供养你 然后呢 这时候注意听 寿司供仪 观音菩萨所化身的婆罗门呢 就像古代的僧众一样 当接受人家供养的时候 就会祝愿他 可能为他念祈请文 为他念咒 为他祈福 就像我们出家人 接受人家供养 在行堂结束的时候 会念中国佛教 萨多南三秒三菩陀 聚之南念准提神咒 然后呢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对不对 若为乐姑失 后必得安乐 共识以器 对不对 然后一切所求如愿 吉祥圆满 这样的咒愿文 好 所以 观音菩萨就祝愿他什么 安乐长寿 请把这四个字加起来 不要诅咒人家 你们家子孙呢 全部死光光 佛教徒不可以诅咒别人 听好 这是很恶的口业 不可以 你应该祝愿人家 愿你家人 安乐长寿 平安快乐 健康长寿 而你们现在新加坡 住愿什么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对不对 你应该祝愿别人 安乐长寿 就是平安 健康快乐与长寿 好 这时候请继续 这时候请看 105页 第四行 第二 详问所来之处 分二 物一 首次问答 这时候 比天子 就很好奇的说 婆罗门啊 你是一个圣贤人 请问你从哪里来呢 你从哪里来到这里 天上呢 婆罗门答说 我从 奇陀树林 大金色来 也就是在印度 佛陀的奇数 己孤独园 我从佛陀的奇数 己孤独园的 金色而来到这里 物二 再次问答 天人问他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 婆罗门就为他介绍 奇数己孤独园啊 非常非常的庄严 地板是清净的 随时会出现 像天上的摩尼堡 非常庄严的 结束的堡树 又有种种的摩尼堡 是一摩尼之堡 你想要什么 就会满你的愿 又现种种的堡持 有戒德威严 而且具大智慧 无量无边的呢 在家出家的大众 都住在那里 出现其中 当时有一个佛 叫做 为舍福如来 他是一个圣人 所居住的地方 因此他的功德力 可以显现出 刚才这些变化万千之事 关于菩萨 为什么要跟他这样讲呢 意思告诉你 天人啊 你虽然很贫穷 你住天上 你不知道人间 现在有一尊佛出世 叫为舍福如来 意思是说 你应该去跟佛陀 请教学习佛法 他的用意是这样 接下来 他就很好奇 丁三重问 真实身份分三 物一问曰 十比天人就说 贤者 你到底是谁啊 大婆罗门啊 你应该诚实的 对我说 你到底是天呢 还是人呢 是圣人呢 还是鬼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今天可以 来了我家 就突然出现这么多的 祥瑞之相 我想你一定不是普通人吧 这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知道 他得度的因缘道德 就跟他说 菩萨们啊 我不是天 我也不是人 我是菩萨 所以可见 菩萨不属于天道 菩萨也不属于人道 菩萨就是菩萨 圣人 我为了救度 一切的友情众生 让他得到 无上的大菩提固啊 所以呢 我今天出现在这里 接下来再看 物三 宣说寄语 于是天人听到以后 他非常的欢喜 哎呀 你既然是菩萨 今天来我家 那我一定要拿 所有的 最殊胜的 像天上最微妙的宝冠 庄严的 铃铛耳环 珍宝 阴若 所有的食物呢 真诚的顶礼 供养礼 然后呢 而说 祭曰 请看二十六宋 我遇功德地 远离诸 最够 如今 众圣田 献获 余果报 意思是说 我今天遇到了菩萨 菩萨是圣人 是最为殊胜的 种功德跟福田的宝地 而且因为我虔诚的欢喜供养 可以让我远离我深深世世贫穷 没有福报 而且罪业深重的污垢 我今天以欢喜心 种这个殊胜的福田 希望这一生 以及来一生 都得到所求如愿 吉祥圆满的果报 所以 这个是他的祈愿 因此 好 请看 补充资料 我把它 打出来 有些人可能要抄吧 专心听 从这一段故事里面 可以看出是什么 你要有福报 你要有布施 布施当然有分 财布施 法布施 跟无畏布施 财布施 就是你用金钱 去帮助别人 供养三宝 就贫穷的人 第二个 法布施 就是用真诚好的语言 去鼓励别人 无畏布施呢 是用你慈悲心 去看别人 然后让他没有紧急 恐怖跟不安 所以布施 波罗蜜 做以因缘果报 来解释的 因你要有欢喜心 行布施 各位要想清楚 人生其实很短 总是你有再多的房子 有再多的妻子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都讲 什么叫做 有福报的人呢 五子登科 妻子 儿子 车子 房子 还有什么 银子 对不对 中国人讲五子登科 可是现代的人呢 要的东西比这个还多 可是我观察到 其实新加坡的脸友 也是很有福报的 你真的是过去是修的 过去是修来 你才能够投胎在新加坡 可是我前几天讲了一句话 不让你们注意听 你身在是一个 有福气的国家 有福就有气要受啊 所以表示说你在布施的时候 你要生欢喜心 不要吝啬心 为什么 死的时候全部都带不走的 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刚才我刚才跟你说过 佛陀教你布施四分之一 不是教你布施给我 而是呢 去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第二个 缘呢 好像对上为供养佛 我们常讲 供养十方一切佛 供养佛法身叫供养 对下呢 叫做布施 比如说 你现在布施给贫穷的人 或是布施给动物 这个叫布施 所以你要有平等心 对佛跟对众生 心平等的布施 在《大方广佛华言经》里面说 若有你相信 佛跟众生是平等的话 假如你以虔诚的恭敬心 拿一碗饭去喂小狗 你看到他生欢喜心 你知道这个狗啊 有佛性 将来也有未来佛 你这样的话 你供养的功德等同供佛 可是一般人 我们在喂狗的时候 我们不会这样想 佛经也说 你供养你的爸爸妈妈 等于供养佛陀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 养你有养育之恩 他是未来佛 所以答案是 你重点要有平等心 去上供养下布施 行平等施 果报呢 我们讲果跟报 严格说果报 有时候讲在一起 分开的话 果是指现世的 报是指来世 现世你肯布施的话 你就会所求如愿 而且你会祝愿你长寿 很多人 他所求不如愿 有很多原因 答案是你福报不够 举一个例子 就像这样 Tranetown 同样一条街 很多人都在卖榴莲 同样一条街 很多人都在卖肉干 或是卖中药 你就会发觉 有一家或两家 他生意就特别的好 为什么 他福报够 人缘也好 中国讲和气身材 可是另外呢 你会发现 一样他也卖东西 但是他就很冷清 世间人不知道道理 佛法的角度来讲 他的福报跟人缘不够 还有我也观察到 Tranetown 很大家都喜欢 弓什么 弥勒菩萨 叫做欢喜佛 甚至现在很多人 都把弥勒菩萨 当财神爷啊 对不对 肚子大大的 叼一尊弥勒菩萨在那里 当然弥勒菩萨有福报 没有错 专心听哦 木头放在那里 你不会升起功德的 就像举个例子 我木鱼放这里 如果没有人敲 他自己不会想的 他一定要有人敲 还有木棒 这样锤 他才会有声音 我要讲什么呢 就是说 假如你的店里面 供一尊弥勒菩萨 早晚起来呢 你开店的时候 要供水 供花 跟供香 至少你可以 顶礼三拜 可能店不方便 那你要问讯一下 梅勒菩萨 希望你护念我 希望我像你一样 慈悲三昧无边 希望我广结善缘 今天生意好 我要帮助众生 愿众生都成佛 你这样住院的话 真的你生意会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升起 供养梅勒菩萨的心 假如你把买一个 弥勒菩萨 做艺术品 放在那边 艺术品 不会升起功德 真正的功德 是你的心 生供养心 这样了解吗 起码供一杯水 供一个花 或者 这个供一朵 供一些香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发愿 希望我今天生意好 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这样慢慢的话 你才会真正的生起 福德无边 这是真的 师父不是教你 发财的方法吗 可是你得相信 你得去做 弥勒菩萨 福德无边 在大致多论里讲 以福报来说 其实弥勒菩萨的福报 是比释迦牟尼佛大的 弥勒菩萨 生生世世 很多都生在贵族家 弥勒菩萨因为呢 很有福报 其实他也有一点习近 他每次呢 都出去呢 就是呢 到处跟人家结缘 就拿景点给人家念 法华经 对不对 普门品 无量寿经 普贤行愿品 都叫 你们要发信啊 你们发信啊 你们念了要回像给我 他就回家睡觉 他专门说功德的 其实弥勒菩萨的福报 是真的很大 但是释迦牟尼佛福报 在大致多论里说 如果跟弥勒菩萨比 他们当师兄弟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的福报 稍微差一点点 但释迦牟尼佛 忍入真上 精进真上 所以他衔接第四尊佛 他先成佛 弥勒菩萨排第五尊 所以有福报 你要有智慧 有福报 你还要精进 请看幻灯片 果报的报 报是指来世 注意听 佛门里面一定都有 因缘果报 你不要认为看不到就不相信 绝对有 你今天肯布施 你肯做功德 你肯精进修持 一定有福报 对不对 不然 各位没有福报 你怎么会长得圆圆的呢 还是坐在新加坡呢 你真的很有福报 如果你去印度跟尼泊尔的话 你才知道 你是真的身在有福报的国家 报 来世 注意听 来世指下一世 也可能是下第三世 或第五世 或第七世 不一定 要看你心的力量跟条件 所以来世呢 你若呢 继续修持的话 你会福德无边 而且你会心想事成 所以各位 若你觉得你心想而事不成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 障碍没占处 第二个 福报不够 第三条件不具足 所以你要再加油 这是我想补充说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一院 下一院请看 一百零五页 第二十行 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故事没有讲 对不起 好 讲到贫穷 等一下 故事 好 佛在世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 叫虚赖 虚是虚 菩提的虚 赖是依赖的赖 也就是赖皮的赖 不在讲义里 专心听 他呢 就很贫穷 他穷到 他只有一件衣服 裤子可以穿 他什么都没有 他住的房子是破破的 旧旧的 就像垃圾堆旁边 可是这个人 他很有善根 佛在奇数己孤独猿 见经社的时候 他常常去见佛 他每天都去见佛 听佛说法 他很贫穷 他甚至都没有饭吃 他的饭是谁给他的呢 僧众啊 佛陀去脱波 脱完波回来呢 佛陀很慈悲 先拿叫圣弟子 拿饭给他吃 所以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食物也没有 但他心中有坚定的道心 他每天呢 都取 听佛说法 说完佛法以后 他就禅作 精进修持 调伏自己的心 有一天 天上的第四天 第四天看到了 他想 哎呀 这个人真了不起啊 对不对 将来呢 他会升到天上 先看 第四天 这是香港 大雨山宝连禅士的 般若会上的雕像 中间释迦摩尼佛 右边就是第四天 左边是大凡天王 右边第四天 他有神通 他就看到 哎呀 佛陀这个弟子啊 真了不起 他虽然很贫穷 他非常的精进 因为第四天 是有神通的 他可以看到 每个众生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他说 这个人好好修行 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 他将来会升到天上 做大凡天王 他的位置比我还高的 那他就想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哎呀 原来他很精进 他每天去听佛说法 然后他回到家 还是静坐 禅修 调福心 那他常常也带 有缘的朋友跟邻居 去听佛的说法 然后呢 他很贫穷 可是他很精进 但是啊 这个第四天 有神通想测试他 所以想这个人呢 是真的用功呢 还是假的用功呢 我倒要考一考他 因此第四天 就用神通 变化了一群人 当他回到家 他在打坐的时候 他就在外面讲话 吵架 讲他的坏话 说这个人呢 是假假的啦 只是表面上修行 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的啊 就讲他的坏话 那虚赖坐在那边听 他想 随便他怎么说吧 他爱怎么讲 就怎么讲嘛 对不对 那我还是继续打坐 他说 声音也是空性的 接下来 第四天又看 好 讲他坏话没有用 他又呢 走了 第四天又在变神通 变成一群人 拿石头 打他家的门 敲他的窗户 甚至拿着刀子 到他面前说 你给我起来 你再不起来的话 我就杀掉你 他就说 随你吧 假如我欠你的话呢 那我就给你杀 假如我没有欠你的话 你杀了我的话 你将来会堕地狱的 因为我是一个修行人 那你会受苦果的 结果呢 这群人就走了 这时候第四天就想 这个人很了不起 骂他也没有用 打他家丢玻璃也没有用 恐吓他也没有用 饿得不行 那我来软的吧 到了第二天 第四天又用神通来 有一个人很有钱 送了他用黄金做的七宝塔 然后敲他的门 其实他也没有门 就是敲木头 有人在吗 噢 虚赖者居士 听说你修得很好 我是远方富贵的人家 因为你的声明远过 我想送给你一个七宝塔 好吗 你这个可以去供佛啊 你可以做功德啊 而且你下半辈子 十一住行呢 你呢 都不用愁的 这时候虚赖想一想 我贫穷是因为我过去吝啬的果报 这是我应该自作自受 可是这个七宝塔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我就不可能随便拿 他说这位长者 谢谢你的好意 你虽然送我 可是我不可以收 因为这不是我的 佛弟子告诉我们 不是自己的东西 不予取 我也知道 所以我不能拿你的 谢谢你走吧 结果呢 这个帝是想这样 送他七宝塔不要 好 那我待会过了十分钟以后 又有一个人来送他 价值连城的珍珠啊 一颗非常的亮 明月珠 然后他跟他说 你可以供佛啊 你不是很想供佛吗 不不不不 不是我的就不可以拿 结果他就走 最后呢 第四天想 好 软的不行 硬的不行 他是男人 那我就送个美女来吧 送了美女来了以后 就看 哎呀 虚赖尊者 像你这么修行 我跟着你一定很有福报的 你不要那么辛苦啊 对不对 我帮你带甜汤来了 我嫁给你好不好 我帮你煮饭 洗衣服 还有帮你生娃娃 帮你生很多个吧 对不对 你一定会很开心的 你修行这么苦啊 他说不可以 他说我已经老了 对不对 而且我受过佛的戒律啊 不可以 不可以 人啊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还是希望单身好吧 所以他就请他走了 这时候第四天就真的生气 就现前的说 虚赖啊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认真打坐呢 你是不是想将来当大方天王呢 他说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 他说大方天王 就算天上的天王 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 还是呢 会轮回的 我心中只有佛陀的正法 他说那你到底求什么呢 他说我只有求一个 愿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而成佛 所以我昼夜精进 我是真心的 我听佛的法 佛的正法在我心中 是有很强的力量的 这时候大方天王啊 第四天啊 真的就合掌 放欲天曼陀罗花 善哉善哉善男子 须赖尊者 以此功德 将来你会生到天上 做刀立天的天主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会带天龙巴布 每天呢 护念你 而且我会带天人 每天送饭来给你 你就继续修行 听佛讲经说法吧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是告诉你 贫穷的人也能够精进修道 答案是你心中要有正法 跟兼顾不动的怨心 现在的人 好像对佛法 有时候会相信 有时候你不太相信 有时候碰到困难 你都会有很多怀疑 是不是佛菩萨 又没有保佑我 其实真正修行的人 从来是不会饿死的 所以希望各位 你有福报 师父很祝愿你 有福报是你的福气 但是要有智慧去运用 这样子你才会累积 更多的福报与功德 好 到这一段 丙六我讲完了 现在讲丙七 请看105页第20行 丙七现装言相 净化罗刹女 分二 丁一 以相好度淫女 淫女就是指妓女 丁二 感化受词学术 好 这一段请你用 清静的心听 我再讲一遍 这一段请你用 清静的心听 师父来是讲演讲的 我不是来讲黄色笑话的 所以你要专心听 而且要用恭敬心听 为什么佛这么慈悲 要讲到我们轮回的根本 请看幻灯片 欲望的生起 就像狐狸 追眼前的猎物一般 其实我们 在轮回里面 贪嗔痴啊 是很强的 六道的众生里面 当人道的众生 好 我有观察到 新加坡的莲友呢 也是这样 贪嗔痴呢 有些人很轻 有些人很重 一般而言 最容易起的是 称心 就是不如你的意 你就不高兴 对不对 不舒服 你就发脾气 我猜可能新加坡呢 榴莲吃太多了 火气很大 新加坡人心很急 动不动就很容易发 无名火 不但是华人 我看到马来人 印度人也是这样 讲一讲话 就开始吵起来 我就觉得奇怪 有这么严重嘛 你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答案是什么 你不如意的时候 就起称心 答案是什么 你觉得外在啊 没有按照你的期望 去发展 你希望这样做 可是呢 公司行号人士呢 都不按照你的期望做 所以容易 最容易生的是什么 称心 最容易难断的是什么 贪心 这里的贪 补门平衡讲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这里的淫欲的欲呢 广义的说 是对色身相畏处这五欲 所以在色身相畏处里面呢 淫欲是指于接触 所以佛教里面 为什么有戒律 而众生的贪欲心 有些人很强 有些人很淡 有些人喜欢名 有些人喜欢利 有人喜欢权 有人喜欢音乐 有人喜欢舒服 有人喜欢各种的享受 所以淫欲呢 广义一点的说 对于所有一切人事物的享受 贪欲跟占有 都属于淫欲 狭义的说呢 是指男女的欲望 好 请看 就像这个狐狸嘛 我上次给各位看过 对不对 狐狸看到兔子的时候 第一个先把它咬死再说 哪时候吃呢 以后再想 我们的心烦恼生起就像这样 所以因此 在大悲观世音菩萨 画现罗刹女里面呢 这一段经文 请看科派 先看幻灯片 摒弃 现装颜相 众生都喜欢美的 因为越美的东西 你觉得越舒服 所以观世音菩萨 要度这个是罗刹女 可是这个罗刹女 生生世世是妓女 然后所以他分二 丁一 以向好庄严 度饮女 丁二 他感化她 教化她 要学佛法的学处 这里的学处就是戒定慧 所以 我先讲 莲花色比丘尼的故事 请专心听 欲望这一桩事情 是很麻烦的 不论在家出家 都很苦 你若不调伏自己 你会很苦恼 或许你身不造恶业 口也不造恶业 但那心啊 像那个七上八下的水桶一样 很难调伏的 对不对 不论在家出家都有 还有各位老菩萨 你也不要认为 哎呀师父 你讲得很精彩 我老了可能没问题了 不 老才老不休啊 多少的男生 还要老了 还要娶其他的弟 一个两个三个太太啊 有中国的太太 越南的太太 缅甸的太太 可惜你还是有烦恼的 不要骗自己 在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 每个人都有烦恼 但重点你要调伏自己 对不对 你学习佛法 界定会 今天来听经 就是要你要知道 调伏的方法 请看 所以假如 你欲望很强的话 有人知道 明明是不对的 不可以做的 但是你控制不了 自己的欲望 你呢 还是很苦恼的 所以传统说 修欲望呢 很强的人呢 是要修不静观的 可是现代的人 南传有修不静观 后面会给你看图片 可是北传跟大乘 很少讲这个 所以现代人呢 我观察到 除非你素食很有善根 不然你学佛法 你心中的烦恼 还是在浮动而已 只是没有缘而已 如果业力现前 你半夜都会跑出去 找业障的 不要说不可能 所以你反而要 谦卑的心 哎呀 我是丑陋的凡夫 我要小心 我要控制自己 所以你当烦恼 升起的时候 若有众生 多于称慧 愚痴跟淫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这是释迦牟尼佛 开一个大慈大悲的方法 因为看观世音菩萨的意念 观音菩萨的功德 念他的名号 你就可以调伏你心中的 淫欲的烦恼 或粗重的烦恼 那淫欲的显现呢 是什么呢 注意听 很多人都会喜欢 我也看到新加坡的很多脸友 有时候师父会问他 怎么样 你是今天单身吗 是 师父今天单身 明天不知道 那我说你有partner吗 英文讲 你有伴侣吗 他说没有 有人说有 那我说你没有烦恼吗 他就静静不讲话了 对不对 其实 假如你不调伏你的烦恼的话 你会很苦恼的 举一个例子 看幻灯片 零花色比丘尼 零花色比丘尼 在佛寨世的时候 佛度他 就是用不静观度他 他挣阿罗汉国 你知道零花色比丘尼 过去是什么吗 超过一百世 深深世世都是妓女 他长得相貌非常好 你知道吗 他在 为什么他会做妓女呢 在过去世 佛陀说他 他曾经出钱 见佛塔 出了很多很多的钱 叫人家来见佛塔 佛塔里面他发愿 大家都会有很多愿望吗 有人发健康 长寿 有人希望学习佛法 他发了一个愿 他说愿我深深世世 最美的女孩 我看到的男人 我通通都要得到 所以他发了这个恶愿 因此成为妓女 可是到了佛在世的时候 佛常常用三个最极端的例子 贪 称 痴 贪是指什么 妓女 称是指猎人 愚痴是指小偷 这三种人最难度 有一天佛陀就知道 莲花色比丘尼得度的姻缘到了 然后呢 有一天佛陀就化现 非常庄严的男子生 然后脱波 脱波完了以后 他分身就去见莲花色比丘尼 那莲花色比丘尼看到佛陀变成 他一看到 他走 他走 哎呀 这是我深深世世 见最美的男生 然后他就跟着佛 然后他说 我是单身呢 我可以嫁给你吗 佛陀就问他 请问你爱我吗 他说我爱 你爱我哪里 他说我爱你从头到脚 佛陀就问他 请问你爱我的头发吗 他爱 你爱我的鼻孔吗 爱 请问我若鼻孔流出鼻屎出来 你还爱吗 莲花色比丘尼就想 你爱我的嘴巴很美 可是我嘴巴里面流出口水啊 你爱吗 佛就这样一个一个问他的时候 他就思维 原来我爱的男人啊 死的时候也是骷髅的 最后呢 他就正出国虚陀环 后来佛陀就现身了 为他讲 莲花色啊 跟我出家吧 轮回是很苦 欲望呢 是无有穷尽的 你深深世世 还要继续轮回受苦吗 当然佛陀讲话就像箭一样 戳到他的心 他很感动 他说佛陀 我要跟你出家 他出家以后 昼夜精进修持 一个月以后 他就正了阿罗汉果 就看到自己 过去 现在 未来 超过一百世 他都做妓女 他也忏悔 但是 他因为呢 正了这个 比丘尼 所有神通 在古印度 佛陀制一个戒律 比丘尼 两个人 才可以出门 为什么在印度 听考 印度不像现在 在新加坡这么安全 印度以前呢 警察系统很不好 出去有强盗 有小偷 甚至呢 有土匪 他会强暴 比丘尼 或杀害他的 所以佛陀规定 在比丘尼界里面 出门要两个人 这是佛陀的慈悲 那现在这个社会 比丘尼也有单独 一个人出国留学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社会 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所以 后来 莲花色比丘尼 就发愿度呢 外道 而且度这些 最可怜的众生 甚至比丘尼 若遇到困难啊 安全上有困难的时候 他立刻神通就飞过去 然后救他 而打这些坏人呢 而击退的 所以 可是呢 因为莲花色比丘尼 自己也造了很多恶业 虽然他成为 佛的阿罗汉圣者 可是很不幸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 是被石头打死的 因为他的恶业 而且打死他的呢 是那一堆男生 就是过去是他的冤金载主 所以 我讲这个故事 是告诉你 人在没有正圣果之前 我们都曾经鱼吃过 也造过很多恶业过 所以看到特殊行业的联友 还不要去轻视他 小偷 猎人 妓女 或是做一些不好的行业的人 你要怜悯他 知道吗 你要生慈悲的心 好 先看 佛陀 请专心看 这是上一次 你们从来没看过的 先看 佛陀为什么能够度莲花色比丘尼呢 因为佛陀身口意的清净 这一段经文会说 没有错 佛菩萨可以度影女 你不要听到这一段 好了 那明天我就去给人 吃人吃人 走一走啊 看我度一度他 你别傻了 你不要被人家度走就不错了 你现在不可以试 因为你没有这个条件 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无私的 从来不舍弃这些 丑陋的可怜众生 先看佛陀 佛陀也是降魔的 看 佛陀昼夜精进修持 你看这张图片里面 Naga 就是龙王 在佛陀下大雨的时候呢 他当佛的散盖 佛昼夜精进 对不对 一直到雨 结束的时候 这个Naga Naga就是龙嘛 也叫蛇 古代龙跟蛇是同个种族 然后他就又绕山楂 顶礼佛陀而离开 当佛陀成佛的时候 天上的魔王呢 很紧张 因为佛要离开六道轮回了 佛要成为圣者 所以佛第一关 他派了三个天上的美女 最漂亮的美女来诱惑他 然后呢 讲了一些呢 蛊惑他或迷惑他的话 这时候佛陀就说 哎呀 你认为你很美吗 其实你在天上的美女啊 你只是一个皮啊 包一堆肉跟骨而已啊 事实上呢 你是很丑陋的 来 各位请所有人手举起来 举起来 在家出家跟师傅走 手举起来 放在你的肚子上 不要动 摸一摸 请问你的肚子里面是什么 是啊 哎不要动 我还没有说放下 继续摸 你看我们吃完饭 笑话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每天都带着一大包啊 到处跑啊 是不是啊 这是真的吗 师傅不是讲开玩笑 现在我就教你不进关了 你看啊 你每天掰的尾巴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好手可以放下了 你看你到公共厕所的时候 前面一个人 嗯好脏哦 对不对 怎么没有按啊 Oh my god 这个人呢 怎么没有冲水 可是你看看 当我们的食物消化成大便 小便排泄物的时候 在你的身体里 你觉得干净的 可是当你一离开你的时候了 呃好臭啊 对不对 你会觉得脏 答案是你的分别 你有没有看过妈妈 妈妈呢 小孩子发烧的时候 拉肚子的时候 她帮她换尿布 再怎么臭 妈妈还是帮你换尿布啊 可见脏跟不脏是什么 是你的心分别 你为什么觉得美女 很美呢 因为你喜欢 所以真正呢 不是美女来破坏你的修行 是你的烦恼 来破坏你自己的羞耻 所以佛陀说 美女 你看起来很美女 其实你只是包着 骷髅头的这个骷髅而已 所以佛一放光以后 她三个美女就 啊 看到一声呢 看到自己的骷髅头 就不见了 代表佛降服 深深世世 贪得烦恼 所以佛心如如不动 第二个 这时候魔王非常的生气 看下一张 魔王觉得贪得不行 那我就献一个呢 妖魔鬼怪 撑得来 挑战佛陀 所以排山到海 拿剑 妖魔鬼怪 闪电 下大雨 狮子吼 这三张图片里面 来自于南传佛教 他里讲 监牢地神 中间呢 就在做护法 其实根本不用 你看佛 佛他就讲 降魔印 魔呢 他也知道 这些妖魔鬼怪 代表呢 都是假的 闪电 打雷 一切的东西 都是虚幻的 所以佛陀就降服 撑得烦恼 接下来再看 好 现在佛陀在正中间打坐 后面有一个大大的头 魔王就献成 我变成跟你一模一样的你啊 我会抓住你的脚 你跑不掉的 佛陀说了一段话 本来就没有我 你怎么可能会伤害我呢 我本来就了不可得啊 对不对 那一刹那魔 又啊的一声就不见了 代表佛陀降服 吃的烦恼 所以看这张图 旁边呢 所有一切呢 如梦如幻 在打坐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的 中间放光的是佛陀 背后呢 是魔王的显现 最后佛 证悟了缘洗信空 而降魔的 最后佛陀 夜赌迷心 而就近成佛 可见佛陀 生生世世 在身口意 在贪嗔之上 他都以戒定会的功德 而心很清净的 了解吗 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 当你有一天 你成为出地的欢喜地菩萨 或大菩萨的时候 或你成佛的时候 你才可能来度妓女 或猎人 或是小偷 否则在生生世世轮回里面呢 你不要说度别人 你是很容易被人家度走的 所以这段经文 师父要讲清楚 观世音菩萨 有这个功德力 但是我们只能学习他的精神 但你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接下来看 佛陀 入定的时候 佛陀 我成就或觉悟的 缘起 信空的教法 是甚深甚深的 我是不愿意讲经的 为什么 我讲经的时候 众生 不但听到了 不会相信 还会毁谤跟排斥的 这时候天上的大犯天王 看这张左上角 就是你们常常讲的四面佛 其实四面不是佛 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讲 你们才会去改 他就不是佛 可是你们连呢 都还是写四面佛 他是四面大犯天神 他是神 很高的功德力 但他不是佛 所以不要讲四面神 讲四面天神 不要讲四面佛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佛 这时候大犯天王 他有神通 拿了一朵莲花 供养佛陀 佛陀 你慈悲吧 你是救助 你是证悟宇宙人生 真理的人 所有的众生都在轮回里 请你为我们说法吧 所以这时候 佛陀接受 大犯天王的请请 才开始讲大方广佛 华严经 二十一天 讲完了以后 佛从菩提加爷 自己一个人走 向西边走 走了三百里 到Sanatha 才遇到五比丘 开始讲四圣地 才开始讲阿含经 所以看经文 丁一 以向好度盈女 请看经文 一百零五页 第二十二行 物一 见相生育 我们凡夫喜欢漂亮的东西 美的东西 舒服的东西 就会产生欲望 于是天子说了这个祭 比伯罗门度了阿修罗以后 就出天宫 飞往狮子国 这个国家叫狮子国 到了以后 这个狮子国呢 因为业力的关系 有很多很多 很漂亮的罗刹女 而且很多的罗刹女 不但吃人肉 专门做妓女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不是只有人间有妓女 在很多空间里面呢 也有这样子的妓女 那她就站在她面前 那观世音菩萨 她显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现身 相貌端严 书色奇 西奇 就非常的殊胜 相貌非常的好 衣服非常的庄严 然后呢 很特别 这时候罗刹女 看到她 她就心动了 哎呀 这个实在太美的美男子 因此起了淫欲心 就希望她作为她的老公 好 请看幻灯片 我讲一个段落 下面还有经文 你看 中国的水 韩国的国宝 水月观音 观音菩萨够庄严了吧 非常非常的庄严 对不对 观音菩萨是清净的 你看 下面呢 她有海水 她是自在观音 然后背后呢 有水月 在这里我想一个故事 以前我曾经度一个大专生 她的淫欲心就很重 她相貌很好 可是她信誉很强 然后她就跟我说 师父我很苦恼 我就劝她拜观世音菩萨 结果她跟我讲 师父 我可不可以不要拜观音 我改拜地藏王菩萨 好不好 我就说 为什么呢 她说因为观音菩萨 实在太美了 我拜她都打妄想 哎呀 我说你这个人 真是罪孽深重啊 观音菩萨是无我的 你不要把她想成 像世间的美女子 她说地藏菩萨是男生吗 那我拜地藏菩萨 我说佛菩萨 男生跟女生都是空性的 你要拜观世音菩萨 虔诚的念 她也跟我说 她家里呢 她妈妈也是拜观世音菩萨 我就说你拜 你当烦恼生气的时候 就会 大悲观音菩萨 请你救救我吧 互念我 我叫她拜佛 拜了 拜一百零八拜 然后呢 冲个凉 然后静坐 就念 我要她连续用功一个月到三个月 后来三个月呢 她见到我的时候 就很高兴说 师父 观音菩萨真的很慈悲 我现在看到观世音菩萨 不但不会生起妄想 我生起法喜充满的心 我觉得观音菩萨 真是大慈大悲 所以可见 你有烦恼 不要怕 人都是很丑陋的 我昨天说过 圣贤身也是凡夫生修来的 大悲观音菩萨 不会因为你有贪嗔痴 他就舍弃你 你更应该 礼拜观世音菩萨 所以这是韩国的国宝 水月观音 请看 看到印度 印度式的造型 叫莲花守观音 特别印度呢 观音菩萨到天上的时候 他会视线莲花守观音 你看他瘦瘦的 对不对 蓝重像 我们看到的右手边 他是拿莲花的 叫莲花守观音 我自己非常喜欢莲花守观音 这是我在菩提加爷买的雕像 接下来再看 观音菩萨刚才经文讲 相貌端严 书色七奇 观音菩萨要度 女众的话 他就会现 庄严的婆罗门身 你看印度人 真的相貌很庄严 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假如他要 度你 他观音菩萨会观你 过去现在 未来的姻缘 观音菩萨 也可以现 婆罗门的 女贵族身 为了吗 先让你生起欢喜心 观音菩萨 我再讲一遍 他是无我的 无私的 他没有妄念 他也不会伤害你的 他只是要 帮助你修行 所以 补门品里面说 我们有 贪嗔是烦恼的时候 应该念 观音菩萨 好 接下来再看 经文 五二 一百零五页 第二十五行 对不起 给我再多十分钟 让我经文 讲到一个段落 好 请看 五二 请求伴侣 这时候呢 这个影女啊 看到观音菩萨 哎呀 太帅了 就开始呢 一步清静 就告诉他说 哈喽 你可以做我的丈夫啊 好 我是童真的女孩 就是我是没有结过婚的 而且我从来都还没有嫁 我 希望你做我的老公 而且你来的话呢 你就不要离开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呢 就像没有主人 的人啊 我希望找一个好主人 下半辈子依靠他 就像希望黑暗当中 点亮一个光明的火炬啊 我很有福报 有饮食 衣服 有很多的宝藏 很丰盛 甚至呢 我还有花园 叫四溢花园 我也有水池 让你很开心 所以你的生活 十一住行 我就通通包了 简单这样讲 意思是说 在印度 古代的贵族 或天上啊 有饮食 衣服 花园 跟水池的话 它是很有福报的 好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好 假如一个女孩子 这样子对你说 好 你嫁给我吧 你会对她怎么说呢 好 你看看 下面的图片 请看这张 南传跟北传 会修不静观 各位 你看到左边的女孩子 很美 对不对 好 现在假如有一个 歌星 我们讲蔡依林 好了 现在走进来 请问 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 蔡依林要进来的话 这是比方 不要介意 师傅比喻 我没有什么恶念 我只是举 因为她是台湾 非常向好庄严的 一个歌星 假如一个蔡依林 歌星进来 在座的男生 一定这样 心脏一定无能控制的 对不对 那请问 女生呢 可能有些会觉得 很美 有些女生会看看 蔡依林 穿什么衣服 估计的 明天我也买一套 嫉妒心生情 那假如真正出家人 无论在家出家 尤其是出家中 你听闻佛法的时候 再美的时候啊 其实你也觉得 那只是一块皮跟肉而已啊 死的时候是一龟骨头的 所以看幻灯片 凡夫是看左边 看你们都不变 左边的美女 阿罗汉是看到右边 再美的也是一个窟鲁 菩萨是两个都看到 佛是两个都看到 旁边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再讲一遍 凡夫看的是左边 美女嘛 不要生气 我们在轮回里面都当过男生女生 阿罗汉是看到的是右边 所以阿罗汉心不动 菩萨呢 是两个都看到 这个人呢 再怎么美死的时候呢 过去现在未来 他都很清楚 而佛呢 是全部都看得清楚 所以答案 你要控制自己的心 再看 刚才讲 欲望升起的时候 你一定往前跑的 所以你若不控制自己的贪嗔痴 你来生还会轮回的 所以三界六道众生 在楞严经里面 众生以什么而轮回呢 隐喻心 所以出家 常修 清净饭和 有他的功德的 在家出家 虽然都能成佛 可是出家人的功德 会比在家人大 这在实际经论里面写 所以看南传 南传 你看一个比丘 对不对 南传的出家人 可以申请certificate 到医院太平间里面 看尸体 可是我们大称 就不教这个 金刚称也很少 所以 其实假如我们 不调伏我们的心的话 我们还是很苦的 请看这位比丘 坐在树下 前面呢 顺时钟方向 一个男生死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最后变 骷髅头 对不对 有狐狸 有野狼 来吃他 秃鹰吃他 最后变成一个白骨 最后就是骨头了 所以你要想 假如我看到一个美女 就 你要赶快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救救我吧 调伏你心中的淫欲心 就会像了水 然后倒进自己的那个火 跟石头 你的心就会调伏 假如你不调伏的话 在家出家 你都会很苦的 再看 修白骨观 对不对 南川要修白骨观 你静坐的时候 要观想 左边的第一个拇指头 裂了 然后变白骨 可是我放这张幻灯片的时候 我有些学生 医护人员 常常在医院里 太平间 看太多尸体了 就说 师父白骨也很可爱的 我就拿了棒子 可爱 可你的头啊 可爱在哪里啊 就是说他太习惯了 就是看尸体 比如说太平间 今天又很往生 OK 各位朋友 赶快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完经以后 我要办化妆 尸体看太多 他变麻木了 知道吗 好 那你要想 假如你也觉得 白骨很可爱的话 那你就要观想 白骨会放光 接下来 下面是白骨观 往上变五方佛 这是我在禅观里面讲 小尘到大尘的禅观转变 白骨观是不清净的 而转过来 变成五方佛的观想 这是清净的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圣地子 是修白骨观 就因为勇勇精进修 修到想要自杀 佛就叫他 你放轻松一点 死亡还没有到 请你观想为光明想 所以光是很重要的 因此 你常常要调伏你的心 你的心要像红尘中莲花 假如你不调伏你自己的心 那你会很苦的 好 接下来看一百零六页 物一未说正法 你看 观世音菩萨怎么呢 告诉罗刹女说 可以啊 你要我做你老公 我有条件 我先为你说佛法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跟我们不一样的 好 我这里就公开回答 假如你去 给人家人家人 你碰到一个女生 会跟你说佛法 那她可能就是佛菩萨来的 一般的凡夫 是不会跟你说佛法的 你看观音菩萨 是怎么度众生 她说 你应该听我的 罗刹女说 可以 你讲什么 我都听 请看 我今未如说八正道法 又说四圣地 请画起来 可见观世音菩萨 观这个罗刹女 妓女过去修过八正道 跟四圣地 她先为她讲南传佛教的教法 结果物二 真正有善根的罗刹女 一听到呢 她就正果了 文法正果 十日罗刹女 听到这个佛法的 立刻就正果 有些呢 正预留果 有些正一果 二果 三果 来自于一来果 立刻心就没有贪嗔痴的苦 她立刻就没有恶念 也不会杀害众生 心产生法乐 而且愿意读戒定会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功德 接下来再看 物三奉持誓言 因此坐如誓言 那所有的罗刹女就发愿说 我今以后从此不杀生 如南瞻不周 所有持戒的佛弟子 我会亲近我的饮食 如是正命而活命 我从今以后呢 永远不再造恶业 而受持学处 到这里请看幻灯片 我有补充 所谓修持要从受持 戒定会三学开始 那这里讲不杀生 其实它是举一个例子 其实不杀生是指 举包含五戒十善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是非常非常的慈悲的 他会众生说佛法 而叫他修五戒十善 在看幻灯片 所以我上次说过 祸业苦 祸业苦 我们众生就是迷惑 造业而受苦 现在告诉你 不要造恶业 要持五戒十善 要造善业 因为你才会从祸业苦的 这轮回里面迷惑 所以调伏你的心 很重要 你若没有去止观 你会觉得你虽然诵经 念佛 拜灿 对某些人来讲有用 可是对某些人来 他是烦恼还是很多的 只是没有遇到恶元 遇到恶元的时候 他还是会造恶业的 接下来你想想看 一个比丘坐在那边打坐 哇 望念纷飞吧 想到花 想到舒服的 想到这 哎呀 静坐好苦啊 我躺下来啊 休息一下多好 我躺下来呢 吃个冰淇淋 或是呢 Ice Coffee 有多好啊 对不对 假如我们在修行的人 连这种身心的苦 都不能调伏 死的时候 比这里更苦啊 所以你才知道 佛法讲 真正轮回的根 是在哪里 你心中的贪嗔痴啊 真正的轮回 不在外面 假如你不调伏自己的心 你来生还是会受苦的 或许你来生 会继续成为佛教徒 可是你来生 一样还会结婚 生子 成家 立业 买房子 老病死 你看 你又这样 功过了一生吗 所以 假如修行的人 不能有自制力 你的心 就不能像莲花一样 在滚滚红尘里面 出污泥而不染 因此 调伏的心 很重要 碰到了困难 不要害怕 念六字大明咒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慢慢慢慢 你的心 就会 宁静如止水 最后 我讲一个例子 我本来还要讲一个文书菩萨的故事 明天再讲 那你一定会说 师父啊 你讲得很精彩 我很感动 我很好奇 你这么庄严 有没有人惨你啊 我不介意跟你说 有 我觉得 居士 弘扬 跟佛陀 跟善知识 学法 有时候你是崇拜人 跟崇在法 在一起 当然啦 我不敢说 我很帅 但我也蛮庄严的 是不是 越庄严 越危险啊 这是真的 你要提醒自己 那但是 我有很多武功秘籍 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师父 很真诚的跟分享 我也遇过人家残过我 以前我在台湾奖金的时候 有一个女居士 一看到我 师父 我跟你很有缘 我说 我才不认识你 谁跟你有缘啊 我到哪里奖金 他都跟着我来 当然 可能跟过去是有缘 可是我的心 并没有动心 你知道吗 他每次来找我的时候 你知道我叫他做什么 先到大殿 念三遍谱门品 一千声观音圣号 再出来会课 对 我们在轮回里面 我们讲父母 师长 亲朋 好友 六亲眷属 我们都曾经当过 很多的员 可是呢 有些人 你看到他 你会很欢喜 但是清静的 有些人呢 是你自己烦恼 然后你看到他 你就会有生理反应 那可能你有烦恼 也可能你过去 跟他是有夫妻的缘 不过注意听 要以清静心 听这一段话 不要看到一个美女 说 你过去是我老婆 你这样的话 是染污心的 将来会有不好的果报 我要说的是 在轮回里面 我们当过父母 师长 亲朋 好友 六亲眷属 所以你看到 有些人 你会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 要自己提起 正念 因为 今生的你 你已经是要修行的人 今生的你 你已经是结了婚 唯有先生或太太的人 对不对 你要坚持自己的品德 对不对 假如别人很喜欢你 那你就告诉他 天下的男人很多 你去找别人吧 对 是啊 我也曾经遇到一个怜友 女巨师 对我非常有缘 我跟他说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出家了 我可以教你佛法 但我不会成为你老公的 师父不会因为你而还俗了 我投靠没有这样派体的 我跟他说 天下的男人很多 你去找别人 甚至找学佛的男人 没关系 我会祝愿你 后来他结婚了 结了婚了以后 也生了很好的宝宝 他们全家的人 也来跟我学习佛法 他的先生我也见过的 听好 人 没有出轮回里面 都有欲望烦恼 但是希望你要延迟戒律 不要单身 有外遇 这样不好 不要觉得呢 自己又喜欢自由 又不愿意去负家庭的责任 假如你觉得希望结婚 那你就拜观世音菩萨 让你找到正性的佛教 成立佛化家庭 那你好好修 你家人也会有善人来投胎的 千万不要对出家的法师 比丘跟比丘尼 乱打妄想 知道吗 出家人修行 他有他的功德力 你应该护持他的戒法 所以遇到困难的 内有烦恼 外有障缘 请你念六字大明咒 大悲观世音菩萨 好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不好意思 告一个段落 为什么你们拍得这么大声呢 听到师傅讲故事吗 好 没关系 最后我们念一首 普贤行愿品的回向文 就可以 请翻开八十九页 第三行 我们只要念这个祭送就可以 希望各位精进 没有中阿瀚罕过之前 大家都是很丑陋的 谁都不要嘲笑谁 重点是你要控制自己的心 有忏悔的心 惭愧的心 精进的心 圣贤声也是从凡夫生修来的 所以各位要加油 请看八十九页 第三行 一起念 就念这个祭送就可以了 好 一起念 我此 祝福贤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 诸众生 树我无量光佛差 给我十秒钟再说一句话 当你面对你周遭旁边有 妓女或猎人 或是小偷 或是做一些违法的人 请你不要小看她 反而要怜悯她 她也有佛性 也劝她念观世音菩萨 跟um mani ben mi ho 好 今天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